据俄塔斯社3月12日报道 近日中方向伊朗提供了大量物资 帮助控制疫情 目前已经发挥了一定的效果 在满足自身需求的情况下 中方已经开始向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共同抗击疫情 包括意大利在内的欧盟多国 已经纷纷要求中方帮助抗击疫情 目前中方已经向韩国、日本、伊朗、意大利等国 提供了医疗物资援助 并向意大利和伊朗派出了救援医疗队 伊朗目前已经采取了建设方舱意愿 部分地区封城和人员隔离的措施 这些方法明显是采纳了中方援助医疗队的建议 据悉已经受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伊朗的疫情还是比较严重的 目前确诊者达到9000人 为了帮助伊朗控制疫情 中方已经向伊朗提供了25万只口罩 和7万个新冠病毒的检测试集合 另外相关部门将抗击疫情的经验与伊朗分享 伊朗将其翻译为波斯文 在全国推广 红十字会还向伊朗派遣了5名专家组成员 帮助伊朗制定防控措施 伊朗也已经采纳意见 组织了一只30万人的小队 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派查 伊朗得到帮助后 疫情开始逐步得到控制 欧盟多国对此很嫉妒 纷纷发出邀请 据悉 目前中方已经向伊大利派出了援助队 伊大利现在是欧洲新冠病毒感染者最多的国家 目前确诊人数已经有12462人 一天的新增人数超过2000人 并且8日 伊大利封城的消息被媒体提前泄露 大量人员乘坐公共交通离开 很可能已经造成了病毒的大范围扩散 伊大利已经有失控的可能 为了尽快的控制疫情 伊大利也提出了援助的申请 中方专家组成员携带31吨医疗物资 已经赶赴伊大利 之前是指出 白宫对此火冒三丈 认为全世界都在夸大疫情的影响 将对美国经济雪上加霜 疫情发生后 白宫就在尽量淡化疫情的危害 一直宣称 疫情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 希望民众不要过度紧张 实际上 这是因为美国2020总统大选即将开始 白宫害怕疫情会影响选票 也害怕疫情会影响华盛顿的经济 不过目前很多国家公开的数据显示 疫情发展非常严重 不少国家都开始采取封城的措施 白宫认为 这样的做法会严重影响美国经济 目前 美股已经连续多日下跌 并且罕见的 在四天内两次触发熔断机制 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 疫情发生后 不少国家都开始歧视中方人员 认为病毒是中方引起的 但实际上 到现在也不能确定病毒的真正起源 患难见真情 不少国家都对我们提供了帮助 现在我方的疫情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也开始回馈国际社会 之前不少专家表示 受疫情的影响 中方的经济将受到严重的影响 并且很可能会导致大量的外资撤离 不过 中方强大的执行能力 强大的生产能力 都让世界认识到 这个国家巨大的潜力 相信疫情结束后 我们收到的不会是仇事 而是友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观看